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薇的频道。 近期,Me Journey V5版本正式推出,大部分用户在使用后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根据官方描述,V5是一个更为强大的文本转图像模型。 不但可以输出更高质量的图像,还简化了Prompt输入方式,你可以用自然的语言描述图像的细节。 此外,根据网友测试,Me Journey V5已经可以生成高宽窄比例的图像,非常适合绘制中国传统水墨画。 参照图片权种植IW参数的回归,也可以提升已图生图的质量。 把参数设置为IW 2.0,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基础图像。 今天,小薇就为大家演示V5版本的Prompt命令和参数的设置方法。 我会把使用过的Prompt命令放在视频下方,供大家参考。 1.水墨风格画作 网友通过对大师级水墨画训练,推出了一个名为墨新的Laura模型。 该模型可以在Civita下载,并结合Stable Diffusion基础模型Chillot Mix绘图。 Me Journey V5版本推出后,我们也来尝试一下水墨风格的画作。 首先,登录到自己的Discord服务器。 点击设置,选择V5版本。 输入一段命令,也就是洛神父,在描述中加入Chinese Ink Painting,就可以生成水墨风格的画作。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以图生图功能。 首先,在Google获取一张清明上河图,双击对话框左侧加号上传,并复制图像的URL地址。 该命令有几个部分组成,分别是URL,清明上河图的英文,参数。 A2 3比1可以生成较长的横幅。 IW 2.0参数,可以最大程度还原基础图像的风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花鸟图。 输入一段基础命令,系统就会生成水墨风格的蜡眉图。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人物的绘制。 输入一段命令,在命令中,分别加入水墨画风格、背景、人物描述、图像比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尽管人物手部不完美,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以图生图的方法。 上传一张喜欢的水墨风格图像,获得图像的URL地址。 输入一段命令,详细地描述人物和背景。 从生成的图像可以看出,整体效果不错,人物的手指部位还是不完美。 2.真实人像绘制。 V5版本可以生成更为真实的人像,细节处理更加到位。 输入一段描述。 在该段命令中,我分别添加了Masterpiece Ultra Detail的词条,生成的效果非常真实。 然后,我们再测试一下明星的肖像。 输入以下命令,也就是身穿国家队球衣,获得大力神杯的梅西。 从图像细节可以看出,梅西的表情,手部动作,都很到位。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多人物场景。 输入以下命令Argentina National Football Team AR 2比1,也就是阿根廷国家队,效果很逼真。 如果你想绘制类似Laura模型生成的网红美女,也可以使用以图生图功能。 上传一张图像,输入以下命令,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三,动漫人物设计。 在上期的节目中,我已经测试Me Journey V5版本的动漫绘制能力。 从生成的结果可以看出,细节上的刻画非常到位,堪比原作。 现在,我们就来测试几组命令。 第一组命令,Kindness Grandmother, Smile, Interior, Ghibli Style。 这是吉普利风格的漫画,从生成的内容可以看出,非常接近宫崎骏的动画风格。 第二组命令,在描述中添加Children's Book Style词条,也就是儿童读物风格,生成的图像具备一定的童话色彩。 第三组命令,在描述中添加Marvel Manga Style,就会生成漫威漫画风格的神奇女侠。 第四组命令,海贼王是人气漫画,输入一段命令,Board Hancock Portrait,One Piece Anime Style,AR 1-2。 左侧是以图生图的作品,右侧是V5模型生成的女帝,效果都不错。 现在,我们就完成了今天的操作。 总体来讲,Me Journey V5可以生成更高质量的图像,命令的使用也更加灵活。 除了水墨画人物手指还不完美,在人像和动漫绘画方面,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在节目的最后,我再为大家分享几个精彩的V5版本作品。 1.时尚摄影,色彩斑斓的铅笔裙。 2.谁彩铅笔插图,睡帘和叶子。 3.穿着赛博朋克服装的女性。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